狠狠骄傲住了 肖战时尚地位真的是不加限定词的牛啊 近日肖战勾持一大片话题登热榜高位 引发巨大热议和关注 肖战是古吃品牌新的创意总监 上任之后 创意视觉宣传广告里出现的第一位亚洲面孔 这也是代言人肖战继珠宝全球广告之后 拿下的又一支全球广告 宣发上标题肖战排名在另一位出镜艺人保罗麦斯卡前面 后者作为演员 曾获爱美 奥斯卡劳伦斯奥利弗奖项提名是很优秀的演员 确实很惊喜也很难得 另外 品牌在输送媒体宣传资料上更是介绍 肖战为影视与音乐行业里最受欢迎的宠儿 字里行间充满了骄傲与赞美 宣传大片当中肖战是长卷发的造型 身着古池的长款风衣和阔腿裤 竟显人间贵公子模样 肖战优雅高贵的气质与孤汁追求自我 自由洒脱的风格相得一张 高奢配肖战简直就是绝配 肖战的时尚表现力真是没说的 怎一个帅字了得 这组广告大片是外网首先发布的 总监亲自上线点赞 不得不说 肖战时尚地位真的是内于无可争议的最顶级 从全球全平台宣发的广告大片 到全球万众瞩目的 被200多家世界主流媒体报道的米兰时装周 到亲手开启环与古池点藏展全球之旅 再到此次新的创意总监的首支全球广告大片 肖战作为鼓持全球品牌代言人的国际影响力 一次次的彰显 肖战的时尚表现力也是得到一次又一次的验证 网友评论说难怪我没有找到发图处 原来图片是从外往来的 这太牛了 这就是全球代言人的分量吧 全网可见的爱啊 所以国际巨星的消息都是海外时尚媒体先发吧 所以不管你多酸多嫉妒 不管你怎么防暴和打压 不管你承认还是不承认 肖战亮眼的实际就摆在那里 一次次刷新你认知的上线 可以说不论是商业价值还是影视价值 肖战都是内于年轻艺人里没有短板且天花板的存在 当很多明星艺人的粉丝 还为自家偶像做了某品牌大使 恨不得昭告天下 普天同庆的时候 肖战早已悄悄跑到了山顶 带着他的粉丝看令一番风景了 网友说还是略有遗憾 这组鼓持大片 肖战的时尚表现力完美发挥了 但是缺了那么点自由奔放 有机会可以再出一组奔放点的 就像另外出镜的那个艺人一样 腿毛飞扬的就更棒了 青年演员肖战可以说是喜事连连 看到的事情是肖战主演的作品评评获奖 肖战也被官媒邀请演唱正能量歌曲 看不到或者说戴轩的也不少 其中就包括肖战下部剧葬海西林 网上透露这部剧的女主终于水落石出 值得一提的是 在2024东方卫视的跨年晚会上 肖战爆料亚洲登场等一个确切官宣 据悉网上爆料肖战这部剧藏海西林的女主角水落石出 肖战搭档孙怡此前一直都在传肖战 女主这一块迟迟都没有动静 如今网上铺天盖地报道女主是孙怡 不知道消息是否可靠 另一方面 在2024东方卫视的跨年晚会上 网上爆料肖战压轴出场 同时加盟的还有王一博 谭剑次 张一星 朱一龙等 都是那于独当一面的优质正能量偶像 从粉丝们的反响来看 大家自然都非常期待肖战的舞台和作品 看到肖战喜事连连 自己也非常开心 但还是那句话 这两件事情都没有官宣 吃瓜不幸瓜 要跟着官方走 目前还是安稳祝福肖战拍戏一切顺利 新电影射雕英雄传春节荡上映 总之祝福肖战 我们也会继续等待肖战 相信接下来的肖战 好消息会越来越多 年底了 各种各样的舞台都会揭晓期待肖战 希望肖战越来越好 新的一年里 我们依然会陪伴在肖战身边 不离不弃 从始至终 肖战受邀演唱了公益歌曲《同路人》 作为曲作者的好雷老师 更是发文谈到了肖战 不仅如此 音乐人好雷老师直接向肖战致谢 感谢肖战温暖治愈的声音 为观众朋友们带来了一首正能量十足的好歌曲 值得一提的是 好雷老师最后不忘表达了继续合作的心声 希望可以继续和肖战合作 合作的结果自然而然非常顺利 据悉音乐人好雷老师发文向肖战致谢 感谢肖战温暖治愈的声音 与此同时 好雷老师期待和肖战继续合作 这一次肖战和好雷老师都接受到了中国新闻网的邀请 共同参与《同路人》的创作和演唱 很明显结果非常顺利 直击灵魂深受大家的喜爱 对于肖战来说 肖战是优秀的实力派演员和歌手 本身也是一位温暖的偶像 不谋而合 从粉丝们的反响来看 大家纷纷表达了感谢 也期待晚辈肖战可以继续和前辈合作 朱莉肖战不断成长 我们也可以看到肖战后续更多的好作品 肖战是优秀的实力派演员 也是正能量偶像 我们希望肖战顺利利越来越好 总之非常开心 就是喜欢看到这样温暖的场面 在娱乐圈里陆陆续续有非常多前辈 导演 同行等和肖战合作 每一次都非常圆满 非常顺畅 我们可以继续期待肖战 接下来的肖战 主演的新电影射雕英雄传春节荡上映 我们不见不散 青年演员肖战凭借精湛演技和经典制作 得到了非常多媒体的高度认可 其中就包括北京官媒北京文艺广播 官方给予肖战超高赞誉 称肖战高产高制 主演的梦中的那片海和玉谷摇 都是年度爆款剧集可喜可贺 值得一提的是 北京官媒也走在吃瓜第一线 还曝光肖战下部剧是藏海戏林 有望11月开机拭目以待 据北京官媒北京文艺广播爆料 青年演员肖战主演的梦中的那片海和玉谷摇 都是年度爆款剧集 给予肖战超高赞誉 夸赞肖战高产高制 不愧是优秀的实力派演员和正能量偶像 另外官媒也走在吃瓜前线 曝光肖战下部剧藏海戏林会在11月开机 这样的爆料看到太多次了 只是没有官宣 从粉丝们的反响来看 大家纷纷表达了认可 作为优秀的实力派演员和正能量偶像 肖战对得起大家的赞誉 肖战一直都在努力 这么多年也不断为观众们带来好剧 这是我们大家看到的结果 如今的肖战还在不断努力 我们一定会继续期待肖战 不离不弃 总之感谢认可 这也是对肖战的激励 希望青年演员肖战可以继续努力 不忘初心 勇意前行 未来的演绎道路很长 我们一直都在肖战身边 也期待肖战即将在春节档上映了 新电影射雕英雄传 我们春节档不见不散 肖战和Paul Mascoe共同促进演绎 在品牌方诞生70周年之际 广告大片聚焦在品牌经典单品 Hospit 1953 Lofer 写旅上 这支广告片是 Gucci 新任创意总监 Sabato Desano 全新视角的展现 而肖战作为GUCCL品牌创意总监 上任后 创意视觉宣传广告中出现的第一位亚洲面孔 着实给大家带来了不小的惊喜 而品牌方给到肖战的待遇也是非常难得的 更是在给到肖战这则大片之际 在输送的媒体宣传资料中 也是介绍肖战 为介绍影视与音乐行业最受欢迎的宠儿 惊喜近账又一支全球AD 从珠宝到鞋律 肖战短短半年又来了一组全球大片 更不用说2023年上半年令大家印象深刻的肖战 海外米兰看秀待遇 与秀后环宇典藏展的全球官网投放了 肖战在Gucci那边拥有的待遇无疑是最高级的 从肖战的Gucci大片中 我们也不难看出 肖战着实是亚洲门面 当之无愧 Gucci外网先发 总监点赞 肖战的时尚地位着实是走向了国际 不是所谓的内地独有 肖战参加时装周已经是在半年之前了 虽然如今的肖战在射雕英雄传之侠之大者剧组拍戏很久了 但是他的热度却是指增不减 半年前 肖战以Gucci品牌代表 套的品牌代表出席米兰时装周 是国内娱乐圈唯一一个拥有两次豪华秀邀请的高层代表 进到秀场的肖战第一套衣服就是超级 所在的位置还是品牌CEO的右侧 半年前的海外诸多媒体报道 肖战都是用超级巨星世界的目光聚焦东方巨星 此类名词肖战出现在海外的趋势足足有72条 其中全球趋势有4条 他在2月17日到2月27日的时间内 在国内社交平台和海外社交平台上 创造了350万美元的EMV媒体净值 而在半年后的如今 WWD评价这一次的Gucci大片Paul Masco 肖战 为什么要在当今电影和音乐行业 最受欢迎的两个宠儿之间做出选择呢 由此可见 肖战在时尚界的地位真的越来越好 越来越牛了 肖战饰演了大院子弟肖春生 一个脾气聪明 热血阳光的青年 他与女主童小梅从青涩少年到成熟男人 相爱相杀 共同经历了高考 下海 创业 出国从政等发展阶段 在彼此相互扶持的过程中找到了奋斗的意义 从少年演到中年人 肖战用细腻的表演 塑造了一个有血有肉 有情有义的角色 赢得了观众的喜爱和认可 拿下了一个又一个数据 排行第一外 并收获了CVB 全国收视率超二的高峰 玉谷瑶是一部用实景拍摄的东方奇幻古装仙侠剧 肖战饰演了孤高清冷的空桑世子时影 文武双全 样貌娇好 他与赤族郡主朱颜因一花之恩结下命结溯源 却因错阳差陷入虐恋纠葛 肖战用深邃的眼神和沉稳的气场 诠释了一个冷峻而温柔 高傲而执着 冷静而痴情的角色 展现了自己对古装仙侠剧的独特魅力 不管是演技 打戏还是装造 不仅方便 玉谷瑶打造了后来者难以逾越的品质高强 娇阳扮我是一部原创都市职场剧 讲述了努力打拼的新人设计师盛阳 和业内知名的广告导演简兵偶遇结缘 从此展开了一段彼此照耀 相互治愈的充电式爱情故事 肖战饰演了盛阳 一个出入职场 充满梦想和活力的年轻人 他与白百合饰演的简兵相互吸引 相互支持 在工作和生活中不断成长和进步 肖战用真实自然的表演塑造了一个朴实无华 积极向上 勇敢坚强 乐观开朗的角色 引发了观众的强烈共情和认同 没有惯性的演技是一种勤奋和天赋 虽然也看过他演的孟海 但是我在娇阳伴我里 完全看不到肖春生的影子 我像剪蘑菇的老阿姨在他的新剧里找各种他的小表情 这些是独属于盛阳的表情 灵动活泼可爱生活化自然而然 很奇怪他也演了好几部剧了 但是就是能从新角色里看到他的新颖独特的地方 这是演员赋予角色的恩赐 想想啊 一个人再怎么翻天覆地 他的表达方式动作表情都是有限的 能不断地奉献出新意 就像爹妈给八个孩子分家一样 多一个都是偏爱 这是他浑身上下换血一样的表现 把自己完完全全变成剧中人 这是一种勤奋 一种慷慨 他舍得把这一层自己交给这个角色 一种天赋 他有这么多可以挖掘 一种敬畏心 他没有偷懒 没有模式化 没有执拗 没有惯性 网友瑞萍 肖战这演员有前途 肖战用三部不同风格 不同题材 不同角色的剧作展示了自己多面多姿 层次丰富变化无穷的演技 他不断突破自我挑战极限 创造出一个又一个精彩绝伦的角色形象 感谢观看